美国一直自诩为人权标杆,把人人生而平等挂在嘴边,教训他国如何行事。 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内的疫情形势日积恶劣,社会矛盾也不断加剧。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也不断破坏国际范围内的抗议合作。 可以说,这次疫情彻底撕下了美国的虚伪面目,美国的抗议表现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美式平等的虚伪性。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郝亚明老师,跟我们一起分析审视一下所谓的美式人权。 郝老师,你好。 你好。 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两国分别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抗疫防控措施。 您能从人权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中美抗疫模式的这种差异吗? 的确是这样的。 美国它在医疗的技术、医疗设施和医疗理念上,我们说都是世界领先的。 而且美国疫情的集中爆发应该说是时间相对较晚的。 他们本身是应该是有这个实力和有这个时间窗口去做好应对的这个准备。 但是现在我们却可以看到美国它成为了疫情,全世界疫情的中心。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它无论是患病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确诊的这种数量, 以及它病亡的人数的数量都是世界是最多的。 那么从人权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中国应该说是它很明显地体现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权领域, 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人权观。 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中国政府它采取了一切就是有可能的,有必要的措施去防控这个疫情。 以此来确保人民群中的生命健康安全。 就像从武汉这种千万级人口大城市的,它的整个的一个封城, 再到这个,比如我们看到异地大规模调动这个医护人员来参与救治, 还建立方舱医院,收治这种就是说一般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人。 再到我们社会上的普遍的一些参与,比如说我们说居家隔离, 比如说我们这种像社区的一种管控。 再到比如说近期,中国就是每当一个城市如果出现有这种病例的话, 那么政府就会采取全城的核酸检测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想这样的一些不计成本,就是不计投入的, 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 那么相对而言,我们看到美国的人权, 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秉持的是西方的传统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权观。 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的,它的很多的一些行为, 它背后,它的很多抗议措施背后,它在这个自由主, 个人自由的这个幌子之下,它还潜藏着有很多的, 或者掩盖着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这种考量的。 比如说它背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要保证它的一种股市的这种继续往上的这种运行的状态, 要保证一些特定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运行, 它也还有包括它政党的一些利益, 包括总统大选,也是这些考量都是掺杂在其中的。 那您认为关于新冠肺炎抗疫, 咨询人权卫视的美国,应该做什么样的反思呢? 谈到美国,它在这次疫情中间应对不力, 包括对人权保护这些方面, 可能我们就做的不是那么到位, 它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想总结下来,就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来谈一谈。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我说美国的人权观, 它是有要革新的这个必要, 因为片面的自由主义人权观, 它并不能涵盖人权的全部内容, 就拿这一次就是我们的新冠肺炎而言, 面对这种高传染性, 如果你以个体自由的这个名义, 你就是拒绝排斥这样的一些强制性的防疫措施, 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它不仅就是说是对你个人的这种影响, 也还影响到他人的健康, 影响到集体的这种健康。 我们进行一些权力的, 会有一些权力的这种排序,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个个人自由的这种价值的话, 事实上可能就是说你就会忽视或者阻碍你对其他权力的这样的一些保护。 这个也是我想它整体上是达不到真正保护人权的这个目的的。 那么从理论上来看, 我们说美式人权需要反思的就是它的比较强烈的工具性。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式人权并没有它自己宣称的那么美好, 那么善良,那么崇高。 美国经常在国际事务之中, 我们就说它是双重标准, 那么经常以人权作为工具去攻击它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是非同盟国, 那么它对自己的本国或者是盟国的人人问题, 我们通常就是说它是视而不见的, 这是它虚伪性的一面, 那么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应对国内人权问题的时候, 也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工具性。 那么我在前面也就是谈过了, 它在这种个体自由的背后, 它是隐藏着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和经济利益在里面。 那么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美国它在这次疫情应对中, 仍为地造成了它的这一种, 是吧, 就是个人自由与强制防疫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种关系。 那么我想美国需要反思,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人, 在人权事务之中要放弃一种工具化的一种做法, 切实地回到人权保障的一种回到这种来。 美国一直对外宣称是自由和人权的灯塔, 但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 他们非但没有保障好本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 而且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抗议, 这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 可以说这次疫情彻底撕下了美国 以及它的美式人权的虚假面目, 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美式人权的真面目呢? 好, 您的这个问题我就还是借合疫情来谈, 就是说美国在本次新冠肺炎的这种防疫过程中, 我觉得它体现了三个特征, 我把它总结成不平等, 不科学, 不担当, 我想从这几个方面也能体现美式人权的它的一些虚伪性。 首先来谈一谈就是说, 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人权保障的不平等性。 在美国的这次疫情防疫中, 在早期的时候, 在疫苗的, 应该说在是否患上了新冠肺炎的, 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机会比较难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在美国只有一些达官贵员, 社会名流, 或者像NBA球员这样的一些巨富阶层, 他们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检测。 那么即使是在后期这种检测的机会已经比较普及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美国的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媒体, 或者是说他们也通过调查也发现, 那么在白人社区里面, 这一种它相对于少数族裔社区而言, 它在这种检疫机会的这种获得, 在它检疫材料的这种获得方面, 他们也是相对于少数族裔社区而言, 有很大的这个优势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这个不平等银海体现在就是说, 它像老年人口, 像贫困人口, 像少数种族人口, 他们在这个疫情防控中也处于一种非常不平等, 或者非常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 这是美国的它养老院当中的这种死亡率患病率是非常之高的。 华盛天邮报有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报道, 在养老院之中的这样的人口居民以及工作人员, 死亡的人数高到7.7万。 而包括养老院在内的美国, 在这种老年养护机构或者看护机构, 长期照护机构之中的这一种人口, 它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 但死亡率却高到30%到40%。 对于贫困人口也是这样的, 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对于没有经济保障能力的贫困人口而言, 他们就说什么, 他们不得不每天继续去工作啊, 由于美国社会就是说他在没有采取严格的这一种防疫啊, 或者限制性措施, 所以就是说这个, 所以我们就是说不, 他们的工作环境实际上是比较差的, 这样一些人比如我们说公共交通的通, 那个他的一些私承人员, 清洁工人, 售货员这样的人, 他都是属于就是我们说低收入这个群体, 他们就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染病啊这一种, 他的感染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少数种族, 少数种族, 我看了一下就是美国CDC的他的一些统计的一些数据, 我们是可以, 这件事可以看到就拉美医, 他的新冠肺炎的感染率是比例是最高的, 在CDC各州的统计数据之中, 非洲医者致死率, 因感染肺炎的致死率都是最高的, 死亡率是他在州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两倍以上, 有着三倍, 甚至有的超过了四倍, 第二个我想谈一谈就是说, 他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人人保障中存在不科学性的影响, 那么就是说, 他很多的一些应对, 我们说有时候是征询着一种政治化的逻辑, 而不是科学化的逻辑, 比如说中间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否配戴口罩这个问题, 那么在美国社会, 从比较早期的起就是说什么,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说是, 可能会是以一种什么, 保障个人自由的名义拒绝戴口罩, 后面是, 后面但是这个, 是否戴口罩进一步发展成了一个, 我觉得是具有一个政治含义的, 同时他们社会中还存在一种就是说, 对新冠病毒, 它的这种对它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一种误导, 就是说经常是都传着他说这个新冠肺炎, 它跟流感是差不多的, 包括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就是说, 就是说提出这么, 什么喝消毒液啊, 注射这个洗手液啊, 这种方式去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样的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那么第三个我就谈一谈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美国在人生保障中的一些不担当, 因为我们说美国政府啊, 它在这次新冠疫情的这种防控之中,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种失败, 但是它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反思, 它未来就是说摆脱自己的一些政治责任也好啊, 或者是出于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考量也好, 它把这样的就是说, 应该是把精力不断是用于指责中国, 所以我们就看到像武汉病毒, 像所谓的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 什么功夫病毒, 最近也有说一个什么中国诅咒, 这样的一些话语啊, 它频繁从像特朗普啊, 像蓬佩奥这些人的口中就说冒出来啊, 那么这些言论啊, 这些言论它表明它是什么, 显示美国, 第一它对内是缺乏, 美国政府对内是缺乏政治担当的, 那么就是说不敢直面问题, 那么这也就最终就影响到, 他们对国内疫情的这个控制的局面, 那么对外而言, 我们显示美国是缺乏大国担当的, 它在这个急需全球共同携手来应对新冠疫情的这个局面之下, 它却就是什么, 就是偏偏地去这种无理地去指责中国, 事实上是影响了世界的一种团结, 或者它的一些秩序。 谈了这么多差异和不同, 那您认为中美两国, 或者说是世界各国, 可以怎么样做, 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每个人权利的实现呢? 在保障人权上, 人类是具有共同的这个利益的, 所以就是说, 这也就是说是跟我们中国一直强调的, 以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 去促进世界人权治理, 人类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的一些挑战, 像我们有时候讲的什么, 像气候问题, 像战争问题, 像核问题, 像这也都是共同,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的病毒, 独自的病毒, 那么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就给我们就敲响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钟, 就是我们人类的利益事实上本身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人类它在我们只有携手起来, 才能够去对抗这样的很多的人类共同的一些挑战, 才能够就是说去维护我们人类的共同的这些利益, 否则我们就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总结一点, 我们就是说, 只有这个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意识, 只有站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利益是一致的这个高度,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人权事务上, 就是说是我在全世界, 在这个世界人权治理上, 走出一条这个合作的这个道路来, 一条就是光明的道路。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政府不科学, 不平等, 不担当的疫情防控工作, 让民众付出了惨重代价, 严重侵害了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 政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 而代价则是众多美国人的生命。 美国一向自诩人权教师爷, 但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糟糕表现, 无疑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